要全面準確落實一國兩制 我們必須依照憲法和基本法辦事 基本法推廣都道委員會 繼續以多元的手法推動基本法的公眾宣傳和教育 而律政司司長正是計劃在明年4月舉辦有關基本法的會議 並出版名為《基本法起草資料、損材及重要案例》的刊文 在學校教育層面取代通識教育科的公民與社會發展科 在這個學年從中學四年級開始推行 三個主題之一就是一國兩制下的香港 我在九月初曾經去到一個中學觀課 認為是一個很好的開始 為了讓教授公民與社會發展科的老師 更加好掌握行政長官在一國兩制下的憲制地位和職權 我已經向教育局局長提議 由我現身說法 為有興趣的老師親自上一堂課